哈囉 歡迎回到現場 我是桃子姐 好的 那我們講這個 三天的連假 應該大家都是開開心心的 雖然說是真的擠爆 塞爆 然後人多到爆 我想應該還是很開心 頂多就是曬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 不是 塞一點 OK 因為全家一起出去玩 還是OK的 對不對 委員 你覺得呢 我覺得像這個 我覺得馬政府 真的是一個具有軟實力的政府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整個北市府的一個公關的團隊 通通在剖墨這個花博 他們希望把這個花博 整個宣傳能夠更多元化 讓大家更知道 所以他們也找了全民最大黨的 模仿藝人也去參觀花博 整個花博的人數一次就提升起來 尤其這一次這個連假的 突破了15萬人次 那提升真的沒關係 但是他有做個相當程度的宣傳 也是所有藝人也東東都去了 但是最重要的民生議題 民生的交通議題 完全沒有人記得 在這次捷運 這個南港的東沿段通車了 居然很少人會知道 因為你如果把所有的話題 集中在這個東沿段通車了的時候 因為不可能會有15萬的人 去搭這個捷運 所以這是他們市府團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宣傳的重點 是在這個花博上面 這完全是因為你們在原黨 故意一直在打壓這個花博 一直在唱衰 一直在批評 所以所有的專注都是在這上面的 你也不能過去管 其他地方上的一些交通的事情 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 交通的一個舒適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可能大家都不曉得 就是在瑞芳往九份 這個明燈路的十四路口上面 一個紅燈 它停了多久你知道嗎 那是在台北市 對嗎 那不關它的 對 但是我只想說那個圓景 在那個地方的紅燈 它停了900秒 900秒相當於15分鐘 15分鐘造成我們很多人 在那個地方等了就等了15分鐘 但是它這個是圓景的舒適嗎 還是這個因為控制法的 電路的問題是圓景的舒適 經常 新莊山蟲那邊 經常等15分鐘的 經常等15分鐘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說 如果很多的景點 到處都是人滿為患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景源 就掉到那個地方去 如果我們在東西巷或是南北巷的地方 這邊先給它停個15分鐘的話 那麼東西巷停15分鐘 南北巷就會走15分鐘 東西巷停15分鐘 他們會覺得停很久 南北巷的話 我們就開始南北巷停起來說 我們要停20分鐘 東西巷的走20分鐘 東西巷走20分鐘的話 南北巷就會走20分鐘 我們就東西巷停個25分鐘 這樣走過來 就會變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惡性循環整個交通就會塞爆 那整個就癱瘓的事情有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 但是那個原景的 你講這段話有解決問題嗎 這國民黨的政府就是 事情越弄越糟糕 永遠都沒有辦法解決 謝謝大家 謝謝 那這樣講起來好像 民進黨還在火上加油嘛 是不是這個意思 廖阿伯 對對對 那你看這次大家雖然這樣擠爆 心情有沒有被影響到呢 這個心情有影響到 一定影響到 你快快樂樂出門 結果痛痛苦苦在那邊塞爆 誰不爽 當然不爽對不對 當然啦 這個剛剛他們有在講這個 我說實在的 什麼花博啦 還是這個苗栗的花燈 這個擠爆 歸咎就是今年的主燈 玉兔作片 然後又沒有尾巴 你不要跟大家講他們會去嗎 真的是這樣 我這樣講大家不相信 我要講原因給大家聽 因為玉兔作片 表示走偏門 別能歪道了很多嘛 我有講過啦 而且沒有尾巴 表示做事情都有頭無尾 你看看花博 花博參觀人數這麼多 其實他有一個很好的延續 他花博的方式 你就最後你花博結束的期間 你叫企業來認養 來栽種這些花 然後扣除所有的費用 如果有賺錢的話 通通捐作公益 這樣大家不是都能夠延續花博 不用擠在花博要結束之前 去看花博嘛 那苗栗花燈也是一樣啊 沒有 其實阿伯 我知道你今天講這個 我知道你懂的意思 讓企業認養是一件好事 好事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好農民好事 他為了避嫌 所以不敢碰 他不敢這樣碰 你不敢碰 你越不敢碰 你就越被人家罵到臭 因為他為了避嫌 他是清乖你知道嗎 花博可以這樣做 同樣的苗栗的花燈 可以這樣做 你的主燈已經作偏了 你不要遮盡這兩天 就把它閉幕嘛 你把主燈給它挖起來 你隨便晃到其他的地方 再繼續參觀 這樣不行嗎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到時候把玉兔挖起來 直接龍燈就給它上去就對了 那是可以嘛 通通恕在人為 都要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我說過兔年要有像兔子跳躍式的想法 你說三天塞爆 那你不要去主要寬上的人潮 你像有個藝人郭子前 這三天他就沒有塞爆 他就禮拜六 早上六點就開車南下 到高雄直殺藝大宿街 然後玩了一整天之後 晚上再跑到七前三路吃熱炒 吃完之後住飯店 飯店第二天 大家在塞車的時候 他剛好到台南給一些客戶請客 從中午就吃到晚上 然後啤酒喝到爆 唱歌唱到爆 然後才去挖番薯 還有摘這個番茄 然後第三天他又想要慢慢回來 為什麼第三天要回來 因為晚上他有現場的節目 所以就逼死他 會得改變形成 但是他有跳躍式的想法 早上十點就起承了 然後到了三億又吃了一個客家麵 然後再到大福採草麵 慢慢的回家 五點不到就到家了 三天的假期他完了 才花了八千多塊 你看看郭力人 他是跳躍式的這個想法 完全沒有塞爆 當然一路上我們感謝很多人 包括這個歐葉汽車精品旅館 還有三億的金榜麵店 你根本是人家贊助的 是不是人家贊助的 因為要有跳躍式的想法 這些鄉親他們太熱情了 所以說本來 郭子全要去看苗栗花燈了 但是晚上有現場節目 他當場改變形成 就避免三百萬人潮的這個擁擠 所以說 好啦 孫啦 謝謝啦 這是什麼結論 真的是好不好 當然是要有跳躍式的想法 所以說你如果覺得花圃很塞 那你就跳跳跳 就要下一站去桃園 桃園幹嘛呢 你就隨便看一看 然後你覺得那個 那個什麼花燈很塞 你就跳跳跳跳到台中去 然後就 對就這樣子 反正你就到那邊玩一玩 然後有人贊助你 是最好的 我們看一下李敖的MSN 馬上回來 我是李敖 李大師 今天我沒有要罵國民黨 也沒有要罵民進黨 是我看到一個新聞 不可思議 大連工業大學 居然這個表演系教生的時候 讓這個男的老師去量 女同學的三圍 而且是裸涼 什麼叫裸涼 就是偷光衣服在裡面 這叫表演嘛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對不對 這種事情應該我大師去做的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連我大師都不會去做了 他怎麼會去做呢 還好看看沒念這樣的學校 不然如果女老師 給我們家看看涼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說人 人道了 來 看看他 呀 看看 看看 你怎麼長得 你怎麼臉型變了 有點娘 看看 哎呀 李大師 您真愛說笑呢 我是菜籠啊 哦 喂 菜籠 你冷靜我了嗎 你怎麼突然在 我們家看看電腦前面 哎呀 因為 你嚇我一跳 我已經引你去 不是啊 因為康康他校長勢啊 他去校長勢 對啊 誰叫他剛剛呢 要在大禮堂 扎人眼球呢 對… 真是厲害啊 厲害什麼 你說我們家看看 他因為 扎人眼球 然後現在被叫到校長勢 沒錯 而且學務主任跟教務主任 所有長官都在呢 剛好有事情大調了 太棒了 我們家看看不可能做就有事情的 他這麼文質彬彬的 這麼有氣質 他怎麼會扎人眼球呢 他怎麼可能會這樣鬥手 這麼犀利呢 李大師 我跟您說 這次呢 看看可是厲害了 他不只講話犀利 他連動作呢 都犀利得不得了啊 他所有人人道 看看你回來了 蔡紅 厲害啊 看看 爸 看看 你今天怎麼這麼早上線 你怎麼了 不是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我很好啊 那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呢 你去校長室對不對 哦 蔡紅跟你講啊 對啊 對啊 你怎麼 你 你幹什麼 你怎麼會這樣扎人眼球呢 不是啊 因為剛剛我在那個大禮堂嘛 那就在演講 那有一些比較那個 比較瘋狂的粉絲 那他們就就衝上來了 我已經就你 對啊 所以他們很瘋狂 可以 可以這麼說吧 那 嗯 你就 扎他們的眼球 嗯 啊 對 就是 他們太瘋狂 所以你就砸他們眼球 你傷到他們了嗎 嗯 也 也不是 爸 你在說什麼 什麼傷到他們 什麼意思啊 因為他們說 蔡紅說的嘛 他說你砸人眼球啊 然後就叫到校長室啊 對啊 沒錯 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呢 你幹嘛砸人家眼球呢 爸 你到底是不知道 我們在說什麼啊 我當然懂啊 我們是在說 砸人眼球 是啊 我講的就這個啊 你那些粉絲再瘋狂 你也不能夠動手 去砸人家的眼睛啊 爸 你在說什麼啊 我怎麼可能拿東西 去插同學的眼球呢 不是 你怎麼插人家呢 李大師 我們這個砸人眼球的意思呢 在我們這邊是說 是吸引別人注意的意思 我們不會 有時沒事拿東西 插同學的眼睛啊 什麼啊 你們吸引人家的目光 吸引人家的注意 叫砸人家眼球啊 是啊 這個砸就等於是戳是插 是一種侵犯的這種動作了 不是 在我們這兒呢 是吸引大家目光的意思 對 所以那個校長才會找我去 然後跟我說我表現很好 沒錯 真是的 爸 我不聊了 我要去準備下一場演講了 繼續砸同學眼球 你砸 盡量砸 你砸 盡量砸 你砸 盡量砸 好 先進去到你啊 加油 加油 哎喲媽呀 這個叫吸引人目光 這個叫砸人眼球 這個中國的文字語言 也太奧妙了吧 講砸也行 講溫柔一點的 吸引也可以 那我李大師 文采彬彬 我這個隨便一出書 海面外就狂賣幾百萬本 那 我的語言 我的文字 不也 砸人眼球嗎 那我砸的人 可是成千上萬的 砸 砸 砸頭